對死刑的這些是否核限 我們現在在那個整個一個 憲法法庭我們都表達得很清楚了 很清楚就是你認為 這個廢死是違憲的 我們並那個 幾乎像目前為止看的憲法法庭 大概八成以上都是做這樣的處理 那個華國並沒有這樣說 對這個是否違憲的 你只是不夠明確啦 像我當老師喔 每次看到新一屆的盲人 常常在懷念上一屆你知道嗎 到行政院的那個也是一樣 我都已經開始有點懷念 我上次問過陳建仁院長 有關於死刑的問題 我想上個禮拜 我們的洪孟凱委員也問過你 但是連你對於死刑 你都還是認為 你不應該用個人的 在事件之前 不應該做個人的主張 這是你的說法對不對 在大法官事件之前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你是行政院的院長 說實在的 你已經沒有個人 事件的結果的時候呢 可能我們立法院會是 需要會的時間 所以呢 在國會殿堂 你應該向人民表達你行政院院長的一個態度 所以你現在態度是什麼 我很嚴守這個院記的分立 那大法官已經受理這樣的事件在處理了 那大法官會出來之後 就是你我共同所有國人要去遵循的 因為他的位階是很高的 所以你說大法官喔 基本上這是我們法上的規定 它也不太具有人民的這個民意的一個基礎喔 但目前為止你也知道 不管任何的統計來說 大概從七成包大八成包 包括民進黨的這些黨員都認為 費死這件事情是知識體大 而且他們都是反費死的 但是你看看 我們監察院的院長 陳菊院長 他已經是已經成立了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足部推動費死的小組 所以呢他已經完全表達他的一個立場存在了 這是我們監察院院長 我個人覺得監察院院就是應該好好的去抓一些貪官污吏啦 這是他的權責 他已經跳躍過來 他都表達他的立場了 所以行政院院長怎麼來看監察院院長 這樣子的一個表態 監察院長似乎他還有一個人權委員會的 不管怎麼樣嘛 那是院長 他就還是寬上一個院長嘛 他都已經表態的 那你院長要不要表態一下 我尊重他的表態 你尊重他的表態 但是你還不願表態 但是我告訴你喔 就像這個我們的錢 前這個蔡新強前法務部長 他在之前也是我質詢他的 之前他也曾經講過 死刑規定是核限的 那是否費死應該由立法機關來做決定 那我們現在的新任的法務部長 你覺得你有像他這樣講話這麼明確嗎 我想法務部的一個對死刑存費的問題 是有一貫性的一個一個 那你他都已經告訴我死刑規定核限啊 這是你們前法務部長 院長我真的覺得像我當老師 我們都從頭到尾這常常在懷念上一屆 你知道嗎 每次看到新一屆的盲人 我們都覺得我們懷疑上一屆 我覺得到行政院的那個也是一樣 我都已經開始有點懷念前 法務部長了 現任的法務部長 部長 你對他的這句話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報告委員 對死刑的這些是否核限 我們現在在那個整個一個 憲法法庭我們都表達得很清楚了 很清楚就是你認為 這個費死是違憲的 我們並那個 幾乎現在目前為止看的憲法法庭 大概八成以上都是做這樣的處理啦 那個法務部並沒有這樣說 對這個是否違憲的 你只是不夠明確啦 你沒有像前任部長這麼樣的明確 然後我們你也很清楚 你也很清楚我們現在的民意在到底站在哪裡吧 你應該有看過所有大大小小 不管是哪個機構做出的民意調查嘛 你應該很清楚這樣的方式嘛 那我只問嘛 院長如果大法官已經說了 這個費死是違憲的話 你贊不贊成通過修憲的方法 因為人民目前為止還有八成是認為 他們是反對的 你認為應該通過修憲 我們符合憲法規定嘛 雖然憲法不為民進黨政府認為是個災難 但是呢我們如果到目前為止沒有部分 你贊不贊成用修憲的方式來做處理 依照我國目前的刑法是有實行的 對 那麼如果大法官會最後對 這個釋憲合法違法問題 做了最後的決定的時候 那如果 剛剛吳倫元說說的要修憲 那應該是立法院發動 是啊 所以你們也都是尊重嘛 所以你看做的決議就是嘛 我們認為說 說實在我上次已經跟陳建仁院長說過了 你真的留了37個死刑犯給我們信任的一個院長來做 真的對你們是有點不太公平嘛 不過你現在就變成接受兩種結果啦 一個就是 你如果萬一他是核憲的話 你就必須立刻執行死刑 如果是違憲的話 你就必須要廢除刑法當中的死刑 對不對 這是沒問題的吧 這兩套程序都必須合乎邏輯 推動的 當然是邏輯啊 只是你到時候做出來的東西 跟民意如果有所不同的話 那又是台灣社會 再進入一個所謂的一個災難了 外面對你有一些政治性的一些concern 我到現在都沒有質詢這一塊 想從專業部分來跟你對話 可是我必須這樣講 你到目前的表現 源源不及蔡清祥 部長 台中捷運隨機砍人的 這個影片你有看過嗎 有看過 你看的是什麼心情 這個很痛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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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檢察官這部分的 第一個時間的趕赴現場去收證 我的感覺跟你一樣 非常痛心 今天要不是 車上的乘客 竭力的 冒著生命危險制止他 他所以就重演十年前 症結案 造成更大的死傷 對不對 是 那我想請教 部長 如果死刑廢除了 我們來看今天 台中捷運的這隨機砍人 他是計畫好的吧 這個還要在 他宣稱的啊 他說他是計畫好的 而且他挑在十年前 政捷這個隨機 捷運隨機殺人案 的同一天 十年後的同一天 他說他是計畫好的 但是他又說他不想死 被抓到說不想死 他計畫好要別人死 他自己不想死 我不知道部長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個是 我想這部分還留待檢察門來查 因為這部分還在警方 我要跟部長說 這就是今天所謂廢除死刑 主張者要面對的荒謬 今天如果沒有台中的這些勇敢的民眾 去拒止他 會造成多大的傷亡 他計畫好讓別人死 他自己不想死 完全就符合廢除死刑主張者的論調啊 今天如果一個炸彈客 一樣去放笑他們 放個炸彈 捷運炸掉 炸死上百人 死刑廢除之後 請問他會不會被判死刑 如果今天大法官宣告死刑 死刑違憲 然後死刑把它廢掉 今天如果換一個炸彈客 把捷運炸掉 炸死一百人 然後他說我是計畫好 而且我也不想死 然後炸死一百人 請問部長 如果大法官說死刑 違憲廢除死刑 請問部長 如果出現這樣的人 他會不會被判死刑 這個個案就是有法官 依照當時的 還有法官啊 那個法令來 法律來 來個案來 來 還有法官 還有法律啊 大法官宣告違憲 那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 請問部長 這個如果違憲 這你有法學素養 你也代表法務部可以講啊 這個如果說 我想這個如果有違憲的話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 會有來 來申請非常上 就要修法 把死刑拿掉啦 就如果發生我講的案例 基本上就沒有判處死刑的問題了 對不對 我這樣講錯了嗎 我的法律法學見解有問題嗎 這個違憲的解釋 我們就等待那個 這不是違憲解釋啦 違憲的啊 這是判決齁 我想我們等待 違憲判決就只有兩個 我大概要問你下一個 違憲現在 我還不知道齁 我還不知道 這個還是靜待那個 憲法法庭的一個審判 沒關係啦 部長好 我知道你齁 不願意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關係 那我問你下一個問題 你總得正面回答了 法務部的立場非常明確 對於死刑的規定 法務部認為核限 而且大法官會議之前做過解釋 也認為核限 現在情勢沒有很大改變 法務部堅決主張死刑規定核限 是不是廢死是另外一個問題 應該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做決定 這句話誰講呢 這個是在4月23號辯論的時候 我們法務部的一個主張 不是這蔡清祥就是本身就是這個主張啊 蔡清祥前部長講的啊 請問我現在就確認一下啊 蔡清祥部長代表誰講 他是法務部的意見 對啊 那請問是誰的意見 就法務部的意見 就法務部的意見 你有改變嗎 我想這個是延續的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強調的是 我也要跟部長講 我要肯定法務部啦 為什麼法務部在這個所謂的死刑 認為核限這件事情上 展現了擔當 即便大法官 在之前在法庭辯論 顯露新證 法務部還是一樣 有這個擔當 可是我要講下一個問題 法務部另外一個讓我肯定的是什麼 就算死刑要廢除 應該是怎麼個廢除法 法務部的意見 我們法務部本來 我們本來一種主張就是核限 所以這個廢死的這部分 我們是我們有表達我們的立場 部長你的立場開始退縮囉 請問法務部原來主張 蔡清祥部長在我面前直接告訴我 他很堅定的告訴我 廢死也不該由大法官解釋 應該是要受過什麼程序來廢死 透過國會啦 不是嗎 透過立法啦 所以你不認同 這是法務部的主張是沒錯 但是憲法法庭的判決的 我現在不能夠作為一策 然後這個憲法法庭 我跟額外部長真的抱歉 你有發現 外面對你有一些政治性的一些 concent 我到現在都沒有質詢這一塊 你知道為什麼 我還是想從專業部分來跟你對話 可是我必須這樣講 你到目前的表現遠遠不及蔡清祥 他在那邊就斬釘截鐵 非常有擔當 就說出兩件事 第一個他認為死刑核限 第二個他認為死刑要廢可以 進到立法院來廢 這兩個事情 我剛剛看你在第二段 你就開始閃爍啦 請問 廢除死刑 是不是應該交給國會來廢除 這是法務部的主張的確 對嘛 你就直接講嘛 不是嘛 你現在是法務部部長 我也不是問你今天個人 問你就是法務部的立場啊 雖然蔡清祥部長 連他個人的立場 他都表達出來了啦 包括法務部立場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部長你救一個 今天 我們 法務部的首長 死刑的存費跟法務部有沒有重大攸關 有沒有啊 有 當然嘛 這種情況之下 我的看法很簡單啊 死刑存費的爭論辯論這麼久了 我也不是說今天 主張廢除死刑的說法 完全沒有任何的基礎跟道理 但是 請問現在多少的民意 認為不該廢除死刑 八成以上 八成以上 對不對 這也是蔡清祥部長公開說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肯定法務部 我現在也肯定你的 因為你剛剛也講了 因為第一個事情就是 不要逆著八成的民意幹 第二個事情是 不要逆著過去三次大法官解釋 死刑核縣的民意的大法官 的意見幹 第三個是 回到我們憲政的精神 刑事訴訟 刑事法制 刑法 死刑的存費 就算要廢除死刑 學學苗伯雅 去參選立法委員 他贏了進到立法院 他就有權利來代表 主張廢除死刑的人 來去把死刑廢除掉 學學羅志強 我反對廢除死刑 我有什麼方式來反對廢除死刑 參選立法委員 選舉最後 政見對決 我反對廢除死刑 我勝出 我進到立法院 我代表誰進來立法院 反對廢除死刑 請問部長 我代表就是選民不是嗎 就是大安區的選民啊 所以因此在這邊我也是鄭重的呼籲啊 即將要做所謂的死刑是否核限的宣判 尤其在今天 昨天還發生 再度發生隨機砍人案 媒體報道啊 他直接在被帶的時候說他是計劃好的啊 他還說他不想死啊 那請問 他計劃好就可以讓別人死 然後自己也可以不想死啊 現在形勢 我們的整個形勢法制啊 為什麼讓很多的被害者跟家屬痛心 因為都在保護加害者了啦 那另外一個我要問 剛剛 我這個問題問你喔 可能你又不回答了喔 我剛剛前面講啦 死刑如果被宣佈違憲啊 前面講那個極端的案例喔 如果炸彈客 炸掉100人也不用判死刑啦 這個不需要到部長的層級啦 這個一般民眾都可以能夠判斷的啦 但是另外一個就部長你就可以講了喔 如果宣佈死刑核限的話 我想請問部長 到目前為止我們法務部執行死刑的理由是什麼 現在就是還置憲中嘛 好啊 那如果今天死刑確定是核限的話 法務部要不要執行死刑 我們法務部是司法行政的機關 我們依法辦理 所以你就是要依法辦理是什麼 執行死刑啊 不是嗎 就是我們會以往 因為你現在主卻執行死刑就是因為釋憲嘛 所以就兩條路嘛 如果死刑被宣佈違憲的話 當然法務部你不用執行 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勉強法務部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就期待法務部今天是 違抗這個大法官的這個法庭的解釋 但是如果大法官認為死刑是核限的 拜託部長記得今天的話 目前死刑沒有執行 形同實質廢死 是因為你剛剛說在大法官會議解釋當中 如果解釋出來核限 請你回到法律來辦理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義法辦理 謝謝 以上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 不含重金屬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 在這裡 現在就先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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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